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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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邀請評審委員交集員 也是許學文創副總是蔣偉杰 今天幫我們支持 哈囉 各位好 各位電視隊 各位 來賓朋友們 大家午安 本來不應該是輪到我們 應該是選出委員先來講 陳一堂先生 現在在辦公室 所以 換你給我講 叫我先生來講我這一句 所以我們還是要在莫納儒 那個時候就這樣講 但anyway 我其實也不曉得 我今天為什麼會 被選會評審團的主席 大概是因為我去幾次選出 大概去年應該表現得還好 被翻證分 會贏 那覺得 今年應該在幫我抓來做一個動作這樣 我會很母親 講成了 那我大概在 民國七十七年之後 就沒有再參與台灣的公開的政治活動 就變成殺人 董事裡面也有一個現隱情 今天有來 什麼大學的同學 剛剛看到後面的第三位 選出委員 今天都是 以前我的朋友 這樣 我很高興今天 在這裡跟 跟大家見面 因為 三十年前 我在這裡念書 在這裡 處理 然後 我大一那一年的暑假 我是太大福祉管系 我們本來的 膝蓋是在裡面 那我們的膝管也是研究生 所以我在 大一年念的學家 我抽了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來一次 唱一遍 一遍 碰成紫燒啦 然後 然後就在 我們丟生的祝福館 七個那裡 為了你當局 松松鞋 就鎖起來 那我後來 我當時不想看 然後呢 後來我們才知道 就是 呃 成功成功 成功成功 很厲害 啊 那後來我們是看 揚桌二人是發生的 就在那裡 啊 後來另外發生了 一件事 我在念大三生大四的時候 我就 那時候就要去 打外雜誌做小朋友講 記得應該是年過 七十二年 打外發動一個 五四爵士 抗疑的運動 然後 我被台北的重路 派去台中 送船單 送台報 因為那個時候 高速公司他們都跟我們說 抽一些 他要防止一些 宣傳國防的難民 然後 我就搭這個 國防號 包的英文 讓我們來台北 然後 我到台中 三明路 跟全路的虛弱 送了一處 一進去的時候 就跟那個 警總跟警察就報告 我調到高速公司 他跟我說 然後我就 向警察敢拍他 然後 我就被抓去了 你知道嗎 然後 那個警眾 那個官員 我記得 他一個少小 就說 抓起來 然後辦到死 然後我就被 護個警察來 留起來 然後就看到了一個 不正義的地方 其實那時候心裡 非常的恐懼 因為之前我們覺得 你要做一件正義的事 你是沒有辦法去 能量那個正義便利 心裝恐懼的地方 可是那一刻 我們真的覺得很恐懼 然後 押我的警察 他就跟我講說 你少人家健康 很做全事情 從前來 然後 然後 他叫我 一個五分鐘 然後 警察開到途面 然後 然後我就把基本上 我就 下來 他們就趕快把我 想要所有的錢 你都去打 然後打一個 今天一個東部那時候 就在那裡 就當天我很悲慘 其實 我居然大了 大概七八都很地方 太北東日本街 他那時候 你把我撐錢 我還在你吹你 吹你 到最後 警察就把我 我們再到一個地方 一直關 關到晚上 大概兩年 中間有 一个各式各样的训维 两家棠那种 一道这样的 成了要神征取 Aunque前传卖学习 后来后来是台中的 神圆元和春物前 又在报 报出研 我回到家的时候 就半夜三也是 因为我本子坐 verklum 我回到家其实 那年18八百容易 上延坏要回到五岁 因为那个深深的僅剧 那我那时候就有想到 找陈恩陈先生他当初回台湾了 他说怎么去课文卡进攻的恐惧 那种恐惧不像现在我们要去这个运动 不管你在中文堂怎么闹我们抓 你一定知道人里面戏这样 你走进去被抓进去大概三两家里 搞不好还变成电视媒体一样 可是那个年代是 一创一分 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这个年轻的生命最伏皮 我在那四十八小时内 我其实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 回头去找寻 我做这些事情 什么意义的基础 其实就回到我 我过去所有的生命世界 每天都找我换过的书 我所有的进度的感觉 尝试反显运行自己 某一种不定乘的勇气 其实这是三十年级的进度 所以一路下来我发觉 假如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小孩 后来虽然没有重新政治运动 我觉得越来越有知心 是来自于我不断的 为了我去读我自己的过去 我为了我去读 生活在这个过去上的创作者 让我们树写我们 集体集体的过去 尝试把我自己的生命 跟他们所说的生命 经过自身的感觉 把它联系在一起 我们去看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现场 我们去将心理性透过传记 去探索前人 他们完成生命某些重大行动的 自我选择 那个过程 所以我慢慢感觉出来 我后来 邁国他们来找我的原因 大概是我去年讲的 我自身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人要获得有勇气 其实是在你自己的生活里 不断透过两个行为的反制过来 一个就是阅读 一个就是血 你知道吗 你在读的时候 你是进到别人所有人认识经济 然后你有感觉 你有很多的复杂的 明分的 不知道莫名所有的感动悲伤 可是你要把它透过一个故事线 把它阻止起来 写下来 那种自我才可以书写出来 然后当你能书写 自我的行动完成 你就觉得你生命 会发展到这一件 你会去做下一件事 你是必然的 就是必然的 那何去成有什么 所以我自己觉得去年参加那个 选宿委员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意义非凡 虽然我都没有什么 不然我都没有交替 可是 你看看台湾现在 不管我们在工作场所 或者在生活世界其他 可能年轻人最大的地方 就是找不到意义 人家很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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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年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被一个恐惧的事件吸引 我现在稍微 中年人觉得自己 还当活力有关 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尝试把我自己 跟我自己生活的 这块土地上的 所有的过去 做了一个还蛮有意义的链接 所以我现在走到台湾 到各个地方都很尴尬 山里面的花草 你跟工厂里面的工人 蹲在那边抽根烟 讲一句话 你去农夫的农家 买他的道路 每一个东西你都觉得 那就是你生命终于不可 冒灭的你 所以我自己觉得 台湾的年轻人 当发觉了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其实就是 又再回到我当年之后 还有感觉的两个行动开始 就是一个是读 一个是把它写下来 不断的读 不断的写下来 就觉得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多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那个 没来没去的那些感觉 要把它串在一起 当你能够把它串在一起 你讲解的特别告诉我 你的自我主强任务必 我觉得 在实在意义里面 这真是台湾跟中国最大的 中国那是一个集体局势 那个国家 不问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就要扶赢一个 外在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国主任务 是我们是在这个土地上自己感觉到 我们跟土地人群建立了 时间跟空间的意义的连来 我们就觉得自己意义非常 我相信 当年陈文辰博士也是在这样的勇气之下 他从美国回到台湾 那我自己觉得参加这个活动 最大的意义就是 延续了这样的台湾 年轻人自我追寻的精神 也就是 台湾每一个年轻人都这样 所以台湾一定能不能跟中国回答 所以我很 我们很骄傲地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那也恭喜 今年的所有的分享 我们今年写的作品 如果我们评审 在看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其实读的都热爱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 台湾社会即将不同的意义 谢谢大家 然后也希望明年活动今晚 谢谢 等等 请不吝点ين 要